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们之间的国家界限越来越小 逐渐成为一个地球村 然而在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台湾省等某些地方 还是有些反华分子在作祟 而在公共场合 说 自己的中国人的明星们也都被受打击 有的被封杀 有的被雪藏 有的家庭支离破碎 今天就说几位这样的港台明星 一小猪罗志祥 首先我们说一下罗志祥 他是台湾省非常著名的歌手 演员 他参演的很多电视剧 都受到人们的喜欢 而自从来到中国内地发展以后 并且参加了极限挑战 这当真人秀综艺节目之后 罗志祥的人气在国内就一直居高不下 而他在中国内地所做的事情 被台湾省地媒体知晓以后 表示非常开心 还说了贬低中国话 对于这样的言论 罗志祥自然是不认同的 因为他来到中国内地以后 就被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 和人文情怀所深深的迷住 并且在极限挑战大电影宣传活动中 被问道 作为台湾艺人 在和大陆的嘉宾合作 有什么样的感觉 而罗志祥的回答非常棒 他说 不要分那么细 大家都是中国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句话 在被台湾媒体报道之后 罗志祥的粉丝在一夜之间掉了四万 甚至有很多人因此而粉转黑 路转黑 在这段时间内 罗志祥是最惨的 二姓苏建信说的信任团中的八姓 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 他唱的离歌 死了都要爱等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而他的高音部分不仅很晚 而且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 他也因此受到了国内歌迷们的喜欢 而他作为一个性情中人 做事都是看自己的心情 好的就是好的 坏的就是坏的 虽然有时候信会非常的暴躁 但大多的时候信都是非常容易亲近的 然后在近期的微博当中 信说自己要去南海拍MV 并且声称大陆就是自己的养母 然而这条微博一出来 这件事情就被台湾媒体我们的大肆报道和宣传 然后媒体和台湾省的网友们纷纷表态 这样的信是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信也因此受到了非常多的谩骂和批评 可以说是非常的惨 而这个时候我们大陆网友们纷纷表态 来大陆发展吧 大陆欢迎你 三天王周杰伦 周杰伦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在 他是中国流行乐坛上的代表人物 周杰伦所唱的七笛像 夜曲 黑色毛衣 烟花易冷等歌曲都非常的有名 而且周杰伦的名气也一度传到国外 在国外也拥有大批的粉丝 他也经常出国开演唱会上 他用歌曲征服观众 然而再一次韩国演唱会上 却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却让国内粉丝网友感到非常的爽 在周杰伦演唱会的结尾阶段 韩国主持人要求周杰伦用韩语 向大家表示感谢 然而周杰伦却对此不闻不问 他直接拿起麦克风说道 我是中国人 我只说汉语 汉语歌才是最好的 本文素材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作者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